劝求取功名者 美设是世间人想得道 科举功名也是世间人想得道 然而若想二者同时应有 就像有人又想发财腰缠万贯 又想当官做老爷 还想得道成心 这无疑于痴心妄想 无奈世间最容易使人迷惑的 莫过于涉愈 而欲求取功名随火难容的 也莫过于涉愈 不往今来有多少才华足重的读书人 最终被爱欲的大浪所淹没 若是那些得过窃过 平日对求取功名不肯努力的人 倒也罢 若是雪月寒窗 禅灯毒素 慈爱的父母望名誉而身伤 贤娘的妻子听鸡鸣而碎泪 一旦该得到的诸衣官服被剥夺 在科举重视的黄榜上被除名 妻子多年的期望成为炮眼 父母的养育圣恩无法报答 此时自己的心中该有多么悔恨 男儿若想实现青云之志 就须把人间的女色看空 林茂仙 信州的林茂仙 每天必能读书 非常的用功 中了举人之后 邻居有一个父户的妻子 嫌弃自己的丈夫不肯读书上进 欣慕林茂仙的才华 就自己跑来想和他亲近 林茂仙说 男女有病 这样的事情为以法所不忍 况且天地鬼神 罗列身部 如处不散 看得清清楚楚 你怎能玷污我的品行呢 林茂仙在妻后的考试中中了进士 后来他的三个儿子也都中了进士 罗文义公 罗伦到京城参加会试 中途船停靠在乌苏 夜里梦见范仲淹先生来看 并说 来年的状元将会是你 罗伦谦逊 表示自己不行 范先生说 某年的某座楼中发生的事情 上天已经知道 罗伦醒后 回忆起当年曾在那座楼中 拒绝一名女子 发生私情 这个梦看来是真的 等到了电视的时候 他果然中了状 成都人杨西仲 在科举考试还未种地以前 曾在外地读书 期间有一个美艳的夫人 想与她发生私情 被她拒 她在家乡的妻子 当晚就梦见一位神仙说 女丈夫客居他乡 也能够操守严密 我会让她在众多考试中 取得第一 她妻子醒后 感到很奇怪 不知是什么意思 直到年底 杨西仲返回家中 说起这件事 才能明白 第二年的乡市 杨西仲果然得了四川省第一名 曹某 松江的曹某 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 雨所中 有一个夫人 想与她发生私情 曹某赶紧避开 走出雨所 到别处借树 半路上 见到有官员出行 一对刺虫 举着灯火 和令行人回避 走入古庙之中 曹某悄悄跟过去 听到里面正在念 本年科举考试 即将中榜的名单 念到第六名时 一名官吏病告说 此人做了恶事 已被削去 应该由谁来代替呢 神说 曹某不欲雨所中的夫人 发生私情 真皆可嘉 就由她来代替 等到考试结果 揭晓 果然是第六名 刘瑶菊 农苏有一个人 叫刘瑶菊 租了一条船 前往省城参加乡试 路上总想调戏船夫的女儿 船夫随时都提防着 刘瑶菊进入考场后 船夫认为考场里 重门紧闭 急之插墙 完成答卷前 考生不得离开 因此不再担心 到街上去了很久 随之试题 都是刘瑶菊曾经练习过 很快就考完出来 趁机与船夫的女儿私通 刘瑶菊的父母在家中 梦到一个黄衣人 拿着考中的名单 向他们报喜说 刘瑶菊考了第一名 他们正要看名单时 忽然被一个人夺去 说 牛毛最近做了一件七心事 已经被取消考试资格 刘瑶菊的父母醒后 说起这个梦都很担忧 不久在考场月券时 刘瑶菊因为考试违规 被取消资格 主考人员都为他的文章 感到晚期 回家后 父母把梦到的情形 向他询问 刘瑶菊隐瞒实情 不敢告诉父母 他在下一次的相试中 才考中局 但中期一生 都未能考中进士 凤阳猛生 凤阳县有一个秀才 家里的小池塘里 种着荷花 多年都没有开花 康熙极有 他要到语曲参加 路易考试 家里的祠堂 忽然开了一支病地林 他的父母 都很高兴 认为这是在秋天举行的 乡市中 上榜的吉兆 决定第二天早上 在池边白酒观赏 当天晚上 秀才夫妇二人欢聚 家中有婢女走过 秀才想调戏她 见妻子没有阻止 就私质占有了这个婢 第二天早上 再去看荷花市 却已经被折掉 经过讯问 恰好是这个婢女折断 秀才的父母非常惆怅 折花的这天晚上 秀才梦到自己去拜见文昌帝君 见自己的名字一登上天板 忽然被帝君勾掉 他哭着拜倒在帝君面前 请求原谅 连续三次都被赐退 醒后 他自知不妙 心情十分沉重地上了路 辅学的路仪名额通常都是三个 当时去举取参加路仪考试的秀才 也只有三人 唯独他没有通过 其后的三次大修 同样都没有通过 最好 最后只好哭着回家 直立两世 明朝有一位书生 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 于所的对面是一位指挥使的官邸 指挥使的女儿见这位书生后 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登考试结束 就派婢女传信 约她在晚上相会 这位书生怕损伤阴德 就拒绝了 但与她同住的一个朋友 平时比较轻 就冒充书生 嫌弃赴约 婢女在夜中中 分辨不清 把她领进指挥使女儿的房中 两人睡在一起 忘了关门 恰好指挥使早上回来 突然进门看到 不禁大怒 归剑杀了两人 然后去官府自首 第二天正是八八的日子 这位留在余所没去赴约的书生 名列榜首 南昌兄弟 南昌永如兄弟二 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的相貌声音 连父母也难以分辨 就用衣服燃设 来区别 长大后 两人同时娶妻 同时考取秀才 其他各方面的境遇 也都一样 一次兄弟二人参加科举考试 住在同一个旅店 邻居有个女子挑逗新地中的哥哥 被哥哥拒绝 还警告弟弟 不要与这个女子来吧 弟弟嘴上答应 私下却冒充哥哥前去与他相会 并约好考证以后来娶她 等到发把 哥哥考证 而弟弟却不幸落把 这个女子因为兄弟俩长得一样 他以为考证的人 正是来与他私会的男子 不禁洗除忘卖 给他钱带在路上用 第二年春天 哥哥又中了进士 这个女子听到后 暗地里准备行装 以为一定会隆重地迎娶她 可是一直要无音信 由于伤心和怨恨而死去 后来哥哥健康长寿 子孙荣圣 弟弟却很早就死去 也没留下后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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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